疫情警戒降二级后 双北餐饮仍不开放内用 是否会定于8月9号开放 柯文哲表示 目前倾向设法将感染数控制在少数几例 然后慢慢开放 统计我们整个台北市 大概44点多%是没有症状 确诊者完全没有症状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 到最后阶段 要把全部清掉相当困难 因为他没有症状 他就不会去寻求医疗 就不容易被拦下来 所以如果每天新增案例在10例以下 不明案例在2例以下 原则上我们还是慢慢解放 因为这个脱久了 我相信各个产业还是受不了 农历7月普渡即将到来 柯文哲也公布台北市宗教团体普渡指引 柯文哲指出 北市今年普渡不开放绕境进香 也不开放涉及饮食的平安餐福宴 市民朋友们举办及参加普渡 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原则上是这样 绕境进香 这群聚活动太厉害了 所以目前还是不赞成 不开放 平安餐福宴 这聚餐 暂时还不要 所以是这样 关于拜拜是这样 如果有戴口罩 还有量体温 还有实名日 还是可以办 尽量没法做 维持一个空间 我们现在是50人以下 室内50人以下 室外100人以下 那一般说 我们办幅度会超过的人数 那怎么办 如果你超过那标准 那就事先来申请 我们再看看 你的防疫计划怎么样 柯文哲指出 如果为了追求清零 而持续维持严格管制 国内大约有600万的内需服务业 会撑不下去 还是要慢慢解封 而策略上就是要一步一步放宽 但过程中要很小心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